欢迎大家收看习近平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国总统拜登将跳过在迪拜举行的COP28气候峰会 中国实际吸引了多少外国直接投资 习拜登会晤后 我们是否将迎来中美关系的新王朝 马云重新投身商业 推出马厨房食品 艺术家曾范志在为中国国家终身服务后 描绘了零Covid的情景 请大家收看 美国总统拜登将跳过在迪拜举行的COP28气候峰会 南华早报 据匿名消息人士透露 美国总统拜登本周将不会出席在迪拜举行的COP28气候峰会 虽然没有正式宣布 但据报道 美国代表团被告知不要指望总统出席此次活动 拜登目前计划在美国停留至周四 届时他将在华盛顿会见安哥拉总统 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缺席 意味着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将不会由他们的国家元首代表 然而 美国气候变化问题特使约翰 克里·John Kerry将出席峰会 中国实际吸引了多少外国直接投资 金融时报 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已经崩溃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初步国际收支数据显示 自1998年开始以来 对内外国直接投资首次陷入复制 然而 数据存在差异 中国商务部预计 今年前三季度的降幅为33% 至1280亿美元 外国投资者现在正在快速从中国投资中撤出资金 2023年前三季度的资金流出超过1000亿美元 习拜登会晤后 我们是否将迎来中美关系的新王朝 南华早报 最近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 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 标志着中美双边关系的暂停恶化 会晤取得了几项协议 包括合作打击芬太尼 讨讨人工智能风险以及恢复军事交流 然而 商界对中国对在华经营的美国公司进行调查的行为 仍持怀疑和担忧态度 这次会晤受到一些美国政府官员和活动人士的批评 他们对与中国接触持批评态度 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 还宣布将从其国际基金中排除对香港的投资 马云重新投身商业 推出马厨房食品 彭博社 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 成立了一家名为杭州马市厨房食品的新公司 该公司将销售包装农产品 自2020年北京对他的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 进行打压以来 马云基本上退出了公众事业 此后 马云通过自己的基金会专注于农业事业 并与其他企业家一起支持共产党的共同富裕倡议 关于马云的新创业项目目前没有透露太多细节 艺术家曾范智 在为中国国家终身服务后描绘了零Covid的情景 美联社 曾范智是一位85岁的退休建筑师和艺术家 他在深圳创作了一系列艺术作品 以经验中国实施严格的零Covid控制措施三周年 这些措施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抗议 尽管这些措施受到了广泛批评 但曾范智支持他们并将人们对这些措施的遵守视为英勇行为 曾范智的大部分生活都为中国国家服务 设计纪念碑和建筑物 他的艺术受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 这是他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成长过程中接触到的一种风格 他受到了伊利亚 列宾的作品的启发 列宾描绘了在恶劣条件下普通人的安静英勇 曾范智的艺术系列描绘了新冠疫情对中国日常生活的影响 从护士为居民进行试子检测到孩子们参加在线课程 该系列还包括居民被封锁在小区内和戴着口罩的送货员 在封锁期间将杂货扔过围墙的画面 去年冬天 当控制措施突然解除时 曾范智和他的妻子感染了病毒 花了几周时间康复 尽管这次大流行具有历史性 但在中国除了官方展览之外 几乎没有关于这个时代的描绘 而国家对艺术表达的控制也越来越严格 金融时报 中国对影子银行中智展开调查 金融时报 中国当局已对中智集团展开调查 该集团是中国最大的综合企业之一 也是中国影子融资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此次调查是在中智集团宣布 其严重资不抵债 面临约364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后展开的 引发了对2.9万亿美元不透明的影子融资行业 以及其对经济放缓的敏感性的担忧 中国的金融癌症蔓延 警钟在想的更想 悉尼先驱晨报 中国影子银行中智企业集团警告投资者 由于严重资不抵债和面临正常运营的高风险 将无法偿还他们的投资 中智企业集团的总负债 在4200亿元911亿美元至4600亿元998亿美元之间 但总资产仅为2000亿元434亿美元 亏损高达2600亿元560亿美元 这家信托公司已经违约向15万投资者支付款项 对中国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行业有重大风险 包括向开发商提供贷款和拥有从中国恒大和碧桂人等 濒临破产的房地产巨头购买的房产 中智企业集团的困境揭示了中国金融体系的另一个裂缝 该体系正受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轨迹 突然而破坏性的转变的压力 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下滑现在正在整个经济和金融体系中蔓延 开发商违约和大量未完成的住房项目 2024年值得关注的投资主题 辉煌七人组 小盘股 快速转变等等 雅虎 摩根士丹利的麦克 威尔逊对2024年持悲观态度 认为股市基本上会持平 而高盛的大位 科斯汀则认为上涨空间有限 预测标普500指数将达到4700点 美国银行和加拿大皇家银行的策略师则更加看涨 美国银行的萨维塔 苏布拉玛尼安及其团队 预测标普500指数将创下5000点的记录 加拿大皇家银行的洛瑞 卡尔瓦希纳也认为 标普500指数将达到5000点 并在给客户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们的估值和情绪分析显示出积极的信号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你们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系列新闻 让我们来简要总结一下 首先 我们得知美国总统拜登 将跳过在迪拜举行的COP28气候峰会 这让人有些惊讶 不过 不用担心 美国气候变化问题特使约翰 克里将代表美国出席 其次 中国外国直接投资FDI出现了大幅下滑 外国投资者纷纷从中国撤资 这可能与中国政府近来加强监管有关 投资者对中国市场产生了担忧 我们还关注到习近平和拜登的会晤 双方取得了一些合作协议 不过 中国对在华经营的美国公司 进行调查的行为仍引起了商界的担忧 马云重新投身商业 推出了马厨房食品 这是他在被打压后的新尝试 马云一直致力于农业事业 并支持共产党的共同富裕倡议 我们还了解到 因为艺术家曾范志通过他的艺术作品 描绘了中国实施严格的 零COVID控制措施三周年的情景 他认为遵守这些措施是一种英勇的行为 金融方面 中国对影子银行中智集团展开调查 引发了人们对影子融资市场的担忧 中智集团面临严重资金缺口 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风险 最后 我们听到了一些投资专家 对2024年的预测 他们对股市的表现池不同观点 有的看涨 有的看评 不过 无论如何 投资还是需要谨慎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 我希望能够通过轻松幽默的方式 给大家带来信息 现在 我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 留下你们的想法和问题吧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再次请看